好消息来了 好消息来了 中国的三千多万南光棍 一下子就有救了 这里给大家整理出了 六个国家的女性 这六个国家的女性 那可谓是泛滥成灾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好 我是安哥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请帮忙点点关注 点点赞 感谢大家 据统计 截至到2022年 我国的男性人口 居然比女性人口 是多出来三千二百三十七万 就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那这多出来三千多万的南光棍 男性朋友肯定也非常的着急啊 无奈由于各种原因啊 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另外一半 家里的父母呢 也是急白了头 愁白了头啊 那总在传宗接待吧 这里呢 就有六个国家的女性呢 也是非常多啊 这六个国家呢 刚好和我们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 她们呢 是女多男少 我们呢 是男多女少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邻居俄罗斯啊 说起俄罗斯美女啊 个个都长得非常的漂亮 身材高挑 在我们东北地区呢 就居住着很多的俄罗斯族的 这个同胞啊 因为俄罗斯离咱们中国非常的近嘛 所以说以前俄罗斯的祖先呢 也是从俄罗斯来到咱们中国呢 定居生活 你知道吗 俄罗斯目前的男女比例 大概是100比250 那么肯定就是女多男少了 所以说也成为俄罗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口大问题啊 如果有合适的话 那么两个国家其实刚好这样可以互补一下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第二个呢 就是乌克兰啊 众所周知乌克兰也是盛产美女的一个国家 在马路上啊 放眼望去 全部都是肤白貌美的姑娘 而由于这个俄乌冲突啊 很多的乌克兰姑娘也是来到中国来谋生 如果说你刚好遇到这样一个乌克兰的姑娘 双方呢 都是很满意 那这样呢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第三呢 就是越南啊 越南的女性呢 也是比男性多很多 而且呢 越南女性 她们很喜欢嫁给咱们中国人 因为一些生活习惯啊 越南和咱们中国呢 有很多地方都是相似的 而且越南那边结婚呢 基本上是不用彩礼了 这就大大的降低了结婚的一个成本 现在也有很多我们中国的小伙子呢 还是跑到越南去找自己的另外一辈去相亲呢 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好哥们巴基斯坦的啊 巴基斯坦呢 非常具有抑郁风情 现在呢 也是有不少的巴基斯坦的美女啊 她们呢 也是嫁在咱们中国了 幸福的生活着 八天呢 她们也非常乐意 把她们的女儿呢 嫁到咱们中国 她们也知道我们中国的生活条件啊 肯定是要甩她们几十条街的 那第五个呢 就是哈萨克斯坦啊 哈萨克斯坦的人呢 跟咱们新疆的朋友其实差不多了 因为新疆也有一个哈萨克斯坦族嘛 而哈萨克斯坦呢 现在也出现了女多男少这个问题啊 也是非常的严重 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机会 刚好呢 你也没有娶到老婆 其实娶一个哈萨克斯坦的姑娘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最后一个就是第六个 就是白俄罗斯啊 她们的国家也出现女多男少的一个现象 白俄罗斯的女孩呢 也非常漂亮 跟俄罗斯女孩子差不多 就是肤白貌美大长腿 让中国很多的男性同胞呢 看了都是流口水啊 不知道了大家对此是怎么看的 你觉得这六个国家 你最喜欢哪个国家的一个姑娘了 如果说有机会接触 你愿意去哪个国家的姑娘为妻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你愿意去哪个国家的姑娘了